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玩一下我們的守望傳說 那這款遊戲基本上大家看到我的體力跟我的鑽石量 就知道哲平是每天都進行的那個 登錄的一個活動啦 那目前來說的話 其實這款遊戲就是 其實它真的非常非常好玩 所以哲平也沒有就是說 想要氣坑的意思喔 不過就是想要看一下有什麼時間 甚至可以來玩一下這款遊戲怎樣感覺喔 那今天要幹什麼東西呢 我們存了這麼多鑽石啊 這一次好不好 終於有遇到哲平比較想要的妹子角色了 所以我們就給他來抽一下召喚喔 因為上一次的話基本上是一個小男孩跟我們偶像嘛 那偶像哲平基本上已經有抽到了 那這一次的話是我們這個虛魔師米亞喔 還有另外一個是我們那個也是妹子角色 那這兩隻的話其實都還蠻 蠻正的啦好不好 另外一隻的話是我們這個鮮花少女巴莉好不好 那這兩隻厲不厲害呢 大家也可以在前面留言告訴哲平啦 不過到底他們厲不厲害呢 我也沒有這麼care 因為我只是想要抽個妹子角色喔 其實巴莉的話會比較算是哲平 比較想要的那種類型的女角喔 那這邊的話虛魔師米亞的話感覺也很不錯 那我們今天的話因為這一次的話 第一隻角色基本上這兩隻都有加倍的感覺啦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到底能不能把這兩隻角色喔 抽一下 欸然後這邊的話其實多抽我們這個遊戲的話 其實有一個好處喔 就是他下面會有一個里程票券嘛 那里程到這邊的話這邊都是可以去換那些就是 武器啊或是角色 所以你基本上其實這款遊戲我覺得就是你也不用花 那麼多的錢這樣子喔 你基本上就是可以累積票券這樣子慢慢玩就可以了 那像上一次有一次的那個 有一次的那個卡石啊 我是蠻想要抽這個貴族妹魔比安卡的 因為這次真的長得超級無敵陣的好不好 這個等到時候我們有那個 300的這個再來換一下喔 但是目前來說其實 哲平應該要換這個戰爭女神會比較好 因為哲平這邊的話有戰爭女神的那個 專武啦好不好 我有抽到之前有抽到喔 好沒有問題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專武啊或是角色啊 都可以用換的 所以其實這款遊戲真的就是 你只要一直玩一直玩都有機會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就來抽一下我們的角色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哈 我們就 一次時間抽先抽這個 香格里拉 然後再一次時間抽抽一下我們的這個 鮮花少女好不好 反正我們鑽石超級無敵多 你知道那是從我上一次沒有錄影片開始啊 我們就會開始一直存鑽石一直存鑽石 而且我的關卡也是打到第五張啦 所以我還有超多東西沒有打這樣感覺喔 來了 先來個 十連抽DES好不好 來來來拜託了 搞不好一發入魂啊 因為在那之前我其實也抽了蠻多 蠻多角色的喔 來 中了沒有 欸有欸 欸有欸 搞不好就是這一隻了有沒有 然後我們直接換抽下一個卡池 直接把那個巴力抽出來 太爽了 啊希望 希望是 拜託巴力好不好 不然就歪到我們之前那個高級魅魔也是可以啦好不好 這樣也是蠻爽的 GOGOGO 鑽石真的是超級無敵多的 你只要每天上限或怎麼樣都可以領到很多 所以這款遊戲還不錯 來看一下我們的 是誰呢 唉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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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這邊 超多隻的喔 而且有一鋼彈 鋼彈是上一次的 有沒有有沒有 妹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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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居然嗎 直接抽到了戰爭女神啦 那還行啦 因為這隻角色的話 哲平是有他的專武的好不好 所以還行 但是 我還是比較想要這一次的那個 限定角色就是了喔 哇 哇哇哇哇哇哇 有點開心 這一次時間抽直接中到他 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我們那一隻的話 哲平是有那個 有專武的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喔 專武然後武器給他那個 裝備他的那個專門武器 這把有沒有 以能注目有沒有 僅限戰身女神這個 浦菲利斯可以裝備 所以我原本就有這把了 所以當初的話一直想要換他這樣子感覺 還算是不錯啦 這遊戲我覺得做得很好 就是角色都有一些專武的東西 然後可以去 就是搭配這樣子 然後 最好的就是他可以換啦 所以你只要一直抽一抽 就算抽彎你還是有機會把那個 角色給他弄弄弄出來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就代表你就是 沒有抽到一些東西 只要抽的話你還是可以用一些那個 票券來去做一撮那個 更換我覺得就 就還行啦 就不會像是其他遊戲可能就是 抽卡那麼的辛苦 所以 我還是蠻喜歡這款遊戲的 所以我都會就是 繼續登錄下去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一些就是 更正的一些角色可以使用這樣子喔 還不錯啦 其實這遊戲的那個 美術圖我真的是給了一個還蠻高分的一個評價 好目前來說的話我們是 50等了 因為你要再往上提升的話 你就必須要那個 要那個 欸該怎麼說呢 必須要那個 欸 等一下喔 必須要那個 必須要 就是在打關卡啦 我們來試試看一下那隻好了好不好 我們來試一下那隻 其實我覺得 一天有抽到一隻那個 超級稀有啊 其實就就還還還還應該應該就要休息了我覺得 不然這樣下去搞不好有可能會 會很慘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戰爭女神的那個威力是如何喔 我還沒有看過他好不好 應該蠻好玩的 火焰劍的感覺喔喔喔喔 他這會 噴那個 噴那個火焰火有沒有 啾啾 噴那個火焰火然後這邊的話有一個這個 哇哇哇哇 欸這隻好像 蠻厲害的欸 他會在地板上用一個那個火拳欸 這戰爭女神 啾啾啾喔 啾啾的感覺 還不錯而且你看 我這邊我身上這些 超級超級角色就是 這高星的角色對不對 全部都是 我無課 拿到了 所以這款遊戲你真的要拿一些無課角色的話其實蠻方便的 就是 不會太難啦 就是真的沒有像大家想像中的那麼課金之類的 因為 我之前的話就是這些都是我自己那個 抽到抽歪了或是什麼樣之類的好不好 然後剛好有拿到那個武器 所以 先針對一些有那個武器的角色把他練起來的話應該會蠻爽的這樣子喔 還行欸這隻 這隻其實玩起來感覺好像 真的是還不錯欸 就是他可以那個 他的那個大招是一個那個 大的那個圓圈圈火焰的那種感覺 可以那個直接弄掉 還蠻爽的喔 然後目前來說我哲平的世界是打到了 第五關懸世啦 那懸世之前在打的時候其實就有點稍微就是 比較硬邦邦一點點了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用我們的這個 那個戰生女神的話能不能打出一些好成績 來看一下喔 入門考試 這關我記得怪物都是比較高等級的啦 我就稍微有點比較辛苦一點點就是了 喔這邊是一個 新的地方喔 反正這個遊戲的話就是有超多一些就是 那個什麼隱藏的東西啦 我覺得是真的蠻有趣的就是 他那個 鬥智鬥勇啊就真的很不錯 就玩性很高 我們先直接衝過去好了我記得到 中間部分的話要跟他們對打 看這個好帥喔 欸是持續燃燒的欸 我們自己打不贏然後現在基本上已經沒什麼問題了 而且我們的隊伍超猛一堆那個 四星角色喔 ok的吧ok的吧ok的啦 很ok很ok 而且我們原本在這關的話都會損血 但是現在的話沒有欸好險喔 然後我們這邊會被那個 用下去因為這是考試階段喔這樣子 我們要把它弄下去了 欸不是這邊嗎 還有是不是 我是覺得目前來說我們這個 這個戰勝女神你看這持續灼燒 你就不用擔心被打死了還不錯 但我忘記是不是這裡有 欸我們是不是補血啦 所以目前來說這個 我們隊伍裡面是不是有補血師什麼之類的 所以打起來的話特別輕鬆 欸這次真的真的還不錯欸說真的 哈哈 我們這個戰爭女神 頂型的頂型的 然後再來就跟老師講話 現在我們只剩下10名的候選人了 要打鬥了 然後他們到時候就那個了 要圍毆我們了好不好 超壞 因為他覺得我們三個太強了你知道嗎 就準備要圍毆我們了 這是什麼歪理 喔喔 我覺得我們其實真的 還蠻猛的欸 而且我們是真的會回血啦 所以這樣真的很棒欸因為 我們就可以一直回血一直回血 這隻角色配上裝武真的頂強的啊 還不錯 這個我喜歡好不好這個我喜歡 nice 直接順利打過了 我之前是卡關所以我才沒有繼續打下去 現在完全沒有什麼問題了喔 太好了太好了 好 怎麼樣 中施了 老頭 他不會要給我們三個吧 夠了 你們已經證實了自己實力了 我會收你們三個為門徒 謝謝老師 呵呵呵 我是覺得他應該是比油精強啦 因為我之前就是操控油精 但是我這次操控戰生女神的話我覺得真的是 蠻厲害的啊 這真的很厲害 然後我覺得這款遊戲做得很棒的就是 他真的是蠻爽的地方就是那個 你真的不用擔心就是拿不到一些角色 因為你只要累積那個 就是里程數的那個票券啊 你只要抽 一次是300吧對不對 一次是死啊然後你抽 300次就會300張 那300張你就可以換武器或是換角色 所以你已經可以換到一些你自己喜歡的東西這樣子 我覺得是 還蠻不錯的啦喔 沒有問題 欸太好了 這今天 運氣是蠻好的啦直接 10抽都直接中了 我在想欸 大家可以跟哲平分享一下就是你們覺得 我們的米亞比較厲害呢還是我們的巴力比較厲害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那哲平的話明天或是後天的話我們再來抽一次好了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這個鑽石真的是 量很多啊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我們的角色來說的話呢 戰爭女神是拿了他的那個 專武了沒有問題喔 這是他的專武 然後我們的 油精也是拿了他的專武 這個也是油精的專武 然後我記得 這個 這個很像那個 阿拉貝爾也是拿他 欸沒有欸阿拉貝爾沒拿他專武 殭屍我記得好像 也沒有拿他專武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我們就是這兩隻有他的專武 我覺得 還行好不好 所以大家的話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就是我們的這個 米亞比較厲害呢 還是我們的巴力比較厲害 我是比較想要 這兩隻其實我都蠻想要的啦 所以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其實 我目前最想要的大概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這隻了好不好 貴族 媚模 彼安卡 欸長的就是 拿米的陣 這個 不拿 可惜好不好 其實裡面的角色都還不錯啦 好不好 那大家的話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了 好不好 那今天晚上就喜歡玩到這邊 覺得我們戰爭女神真的好像還蠻厲害很不錯的話 給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那麼這期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 掰掰